好了 各位观众 欢迎回来 这场比赛可以说危机是打了一个节奏好局 最终人头是14比1 天战队仅仅收获一个人头 野区控制力上丹尼是遥遥领先 可以说这场比赛 丹尼 马塔合同三个人是把节奏带的飞起 对 野区控制力上面 我们IP是给到了丹尼 但其实上场比赛里面每一波的精彩开团 都是由合同来完成 对 利桑卓其实每个人表现都比较不错 不过总的来说的话 上场比赛是危机逐渐找到了强队的感觉 我觉得现在危机他们打节奏打得不错 不是这种乱干的队伍 但是你发现一点 其实KIN比较适合乱干的风格 对 就KIN其实在去年年底他们赢的比赛 你看他们的野区跟辅助的游走 然后不断的蝉食对方的这些 其实他们在一点一点的打死你 对 我觉得这种节奏 其实跟危机这种节奏还不太一样 危机这种节奏就是你可能 没有感觉到危机在打你 但是你一会就输了 对 所以说这就是危机 为什么经历过这么长时间以后 才找到了这样的节奏 其实这样的节奏才更加适合他们这个队伍 打控制 打运营的队伍才是王道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打整体 就好像昨天那个EDG打过MG一样 这两边你说这最后MVP都没法给 对 因为是五个人的胜利缺一不可 我觉得这种就是以节奏以下比赛的这种 这种较量才好看 是的 对 那么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 现在马上就用到双方的第二场较量 其实在第一场当中 我觉得真的是KIN战队完全拿对方 没有任何的办法 就是对方就这样死打节奏 你这里的英雄呢 又不是那种强开团的英雄 就是你在烈士群 你很难开始团了 而且刚才一场比赛 其实看现在回放以后啊 胜负的时候就是第一波小龙团 第一波小龙团 MATA跟合同两个切入时机 很完美 对 单地这里卖掉了 快速形成了五打四 但是在五打四的情况之下 没有打过 反而被对方打了一波完美团价 就在有第一条小龙的一个 不大不小的优势之后 危机时迅速的将这个优势扩大 然后再没有死一个人 是的 这个真的是打了一个很漂亮的比赛 所以就看出来 纳尔这个英雄 非常适合打比赛 以及打这种 比如说五人黑 以后rank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选 好吧 好吧 KING你还是喜欢 调整一下状态 第二场的BP 看看怎么去着手 对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 办一下利桑罗这样的英雄 这样的英雄 合同用起来 确实是得心英雄 主要是你不能给放对方 这么一个 比较好开团的英雄 而且合同这场比赛 你仔细回看 之前的一些细节的话 他非常喜欢利用 墙壁来做 异技能的一个位移 让对方没有办法来反应 这个其实是 招手或者说 这种顶尖选手的 利桑罗都很擅长的 一个动作 很擅长 对 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 因为利桑罗这个异技能 说实话比较慢 如果你当着面 异过来的话 除非你移速很慢 或者已经到了一个 逃不掉的位置 对 他特别擅长 那种鸡脚干拉里异出 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的BP VG依然是搬掉了 脚神的狐狸 以及麻辣香锅的 打野狮子狗 他们已经找到 King的密门了 对 这两个节奏带动的 英雄一半的话 你的中野联动 打不出来 King的节奏就起不来 刚才也看到了 King确实上一盘 脚神应该在中路刷 也是刷得很孤单 还是把利桑罗扮了 利桑罗 那跟蓝薄 三个人 小法在哟 放出来了 你选吗 King这里小法 会不会用 应该这里赶紧过来问 Matha说 对方不选 我就拿 拿了 这个不能放 这个有点尴尬 这里还是放到了 那这边小法 是被King才能拿到了 相信现在这个版本 小法这么火热 那King的辅助的 一定是有练 肯定是有用过的 但是有没有队伍 一起练过呢 就另说了 其实这英雄 跟其他的辅助 也差不太多 就是我前期游走 只要他的控制效果 可能更强一些 不过说实话 威技既然能够 把小法放出来 就已经做好了 对方拿小法以后 自己后手的准备 后手看起来 拿一个卡大钉 卡大钉加暴女吗 你觉得如何 但这两个人 也未免控制能力 太弱了一点 这里是拿了一手 对方非常喜欢用的飞机 飞机跟卡大钉 都不算是 小法喜欢喷到的对手 对了 强国这边 还是毅然决然地 选择了暴女 虽然他前两次 使用暴女的效果 比较一般 而这个阵容拿的 小法要打中 有点脆 小神要打中 不会了 阿峰你有点说不过去 这三个人选出来 也太脆了 是的 这里是拿了一个 上单的刀妹 SKY再次使用了刀妹 这一把他面对的 可能是个卡萨丁 刀妹打卡萨丁 是有点counter的 对 还是不错的一个对线 而这里的刀妹 可以呢 可能拿一个挖掘机 这有一个教你做人的结果 这有换过来了 丹妮这真的是教做人 对 在面对对方这样一个阵容的时候 MATA看着他选择 他选择一个很强硬的日女 因为前两手的这个 这个时候脚神 如果拿手法去打中单 然后辅助选一个摩甘娜 就神作 但还是不行 太脆了 这种太脆的阵容 给雷克赛跟女坦开起来 太爽了 尤其还有一个卡萨丁 对 但是我们看到kin这里 好像讨论的非常激烈 想拿角月吗 角月倒是挺适合 角神的这种打法的 其实这阵容不错啊 如果说选到角月 加一个 这个葫芦之毛的话 中路 这里想拿一个和阿斯 最后还是听从教练 放弃了自己比较想 想玩的一个意义 看来通过刚才的赛前准备 以及在刚才教练在无心 肩膀上这一揉 很明显的感觉出来 这一把的核心 我觉得这个韩国教练 还是比较 会这种鼓舞士气 对 我觉得他包括面相啊 还有那些动作 眼神是吧 可以让队员感受到力量 就韩国教练 发动技能 鼓舞士气 全员士气加二 随土不服 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危机最后一手 上单要拿一个大树 这个拿的有点要命 这个选出来 有点打乱King的一个复制了 这个大树选出来 你看King的阵容 有点打不动大树 对 他们的打前排能力一般 而且他们选到 刀妹有点做好 去打卡萨丁的一个准备了 是的 最后一选又冒出来一个大树 而且大树的话 其实我一直觉得 泽拉斯蛮烦大树一个英雄 泽拉斯暴女 就怕死了 这种丢技能的英雄 都怕大树 对 这个家伙又臭又硬 老是顶在前面挡技能 而且你们这种相对 一个是手长 一个是灵活 但是大树 咋不如到你 你就是死了 对 就是手长灵活的英雄 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 危机好像拿了一个 看起来比较 比较完整的阵容 对 拥厚率比较高 King的话 这种看起来有点 稍微有点脆 不过King这里的话 既然拿出这样的阵容 也不好去评价 看他们在线上打得如何了 上路是Scan的刀妹 对阵KaramadM的大树 打野的话 麻辣香锅 这次两边是做了一个互换 对 香锅是拿了一手暴女 看丹尼背叛 能不能交作人 中单脚神的泽拉斯 对阵合同的卡萨丁 线上的话 还是泽拉斯会比较好打一些 是的 但这里既然拿到了卡萨丁 那么在团战里面 对于对方后排的威胁 就会变得非常的致命 打边无心选刀 夫之王的话 还是想 打得更凶一些 是的 补助位 而且这里配到了一个小法 如果团战把小法扔过去丢异的话 这个控制链 衔接是非常的致命 所以需要看 威胁这里的阵容 能不能够发挥出来了 那我们看一下 双方圈友都已经准备着去 马上进到威胁和Kin的第二场交流 好的 这边比赛已经开始 看Kin战队是五人抱团 哎哎哎很危险 哎呦哎呦哎呦两边都虚了吗这是 第一时间那个眼眉放下去啊 不知道卡扎丁在下面 如果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可以框到了 不是小法一级是留点了吧 因为他主要第一时间没看到那个卡扎丁 但没看到他那个距离也是够的 哎这波错失良机啊 本来可以至少打一个闪现 至少一个闪现 真的会死啊 这波有点可惜 他有留点啊 没来得及啊 很明显啊 因为刚才那个距离是够的 这波很可惜 对 就其实我平时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打一级团的人嘛 所以我有时候用乐富兰 我都会一级留点 看到人我就秒加一 直接就是按住control 然后一一直接按出去 然后把人家连住 所以这个时候是 应该是没有反应过来 或者说他一级加了一 然后他第一时间也没看到 对 没得没反应过来 这边这个眼看到了暴女的一个动作 无心跟乐意也是在这个眼皮范围下 这两个人 两个人在那边想阴一下 但这两个人也一级战斗力 只能在草丛里面阴 无心和乐意吗 我说那个宣告跟Mata 宣告跟Mata还是走了 要过去 他们支持要硬钢 其实Mata作为一个小法师 用这么溜的一个人 他肯定知道小法师怕什么 他选到女坛 也是针对到了这一点 但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打蛤蟆 这里女坛也是被迫磕了一个饼干 吃了一个小的 直接回到线上 打的也是够飞劲的 对 看一下线上应该要亏两个兵 刚才看到了 其实打一级青野怪的话 赚还是很赚 对 率先刀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 看到了没 乐意这边出了一个山岳之戎 圣武之盾 圣武之盾 对 我也比较喜欢出这个 因为我Q技能补了以后会加法伤嘛 这个其实有点弥补 他这个英雄在前期的一个血量的脸 我跟你说之前我看到了出这个圣武之盾 然后在就这个就不合成了 就换 就换 然后到后面换一个加速球 因为他其实非常的依赖加速球 这里这个眼是放的很早 对 马上我这边完全不知道 这里出来了 一心都没框到 走位也躲掉了标 上塔零赛很清楚这个位置 还要过来打一下你 香果这里插一个眼 不敢过去了 是的 现在合同在塔下要收一波线 中路线被压得很死 哎呦 这个Q吃的有点扎实 对 毕竟对面是一个泽拉斯嘛 泽拉斯出现的推线能力 那真是一等一 嗯 抱你继续的亲眼 上路这盘Scan应该要把握一下自己的线上了 对 盘确实线上被压得比较紫 这一把打一个大树 其实线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这两个人 下路对抗应该会比较激烈 嗯 飞机这边始终有一个等级的优势 是的 这边钻过来了 钻过来了 这里还正好没眼 但你这个位置 如果能这一次指到小法师的话 可能会出事 我觉得他这里要等小法 等小法先 但是这里的兵线有点力 谁给他上路 马拉松过二级Gank 快这边要交闪线了吧 往一下 哎 交一个闪 这边二级Gank 其实对暴女来说挺亏的 因为暴女就 他如果到达三级以后 他技能能够多一个 伤害就稍微的补服了一些 对 哎 这边打了一套 很漂亮 这波宣告 这波宣告有点被打到了 亏了 对 而且无形刚才也不贪 如果他贪的话 可能还会被反耗一点血 是的 这里直接靠走位 躲掉了飞机的这发Q 那在血量上面 也应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关键是 你看他双方车上的血耀 就是宣告现在是 没血耀残血 对面是有血耀满血 这个在线上的话 只能回家 这一盘下路 King还是打得不错 刚才正好是 丹妮走掉了 本来以为是宣告是勾点 但一看小地图 这个单地已经走了 是的 而且离他还很远 对 上路部分的话 刀妹还是没回过家 大树已经是利用传送 再回到线上 这盘 开着也是很懂 因为刀妹在前六起的话 他的倾线 确实是一个弱点 是的 不断地利用 树苗加Q 技能倾线 让刀妹 也是变得很无奈 而且他是两多篮 对 他两多篮在这里 倾线的效果 是非常明显 包括他的一个恢复 现在大树 在线上出两多篮 确实比较好用 对 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 而中路这里 我们看到脚神 一直在利用 核同补兵的尖锡 用Q技能来进行一个消耗 不过核同这里还有三个 这里是发现了 有这个圈圈 单地这边是有等级优势 而且他的装备 在对拼的时候也不亏 这里棒女如果跳下来 就锁死了 对 他应该会先放个夹子 但是看到两个圈圈 这个时候单地说 兄弟快撤 而且他们这时候 其实有一个选择 就是先打死一个 因为这几个人 血量都不高 他这边当面 也是残血一个状况 走了 还是放弃了 对面的控制和伤害 在初期其实 没有什么辅助不辅助的 只要有人来 这个伤害就很高了 看这个小瓦 是个移速 应该也是带移速复闻的 是的 跑得特别快 小时里面打了一套 但是雷克萨这边 并不削 香锅跟乐玉两个人 要游走起来了 这也是以前 King的一个老套路 这门天是 拾回着自己 当年鼎生时期的 一个套路 但这个时候要注意 是附属之矛 附属之矛可不像 EV飞机这种 你走了 我还能在下楼混一下 你说他现在怎么办 他现在只能用这个 你们去打那个 给你十块钱 然后补兵行不行 我再Q一下 哎呦 总得Q到了 真的是吃到 吃到一点资源太难了 对 其实这个不太适合 他去游走 就把自己ADC给卖了 这又不是换线情况 对 真的是很有趣 就是给你十块钱 不要打我 这边妮坦在这里 堵着你 哎呦 这个妈他真的很坏 是的 因为这里眼已经看到 对方从这里过来了 就不让你过来保护 对 能赚一点 试一点 那其实刚才第一波 换血的优势 现在是大人无损 对 回家已经出过装备了 从中华是出了一个 加工素 反取之功 完了香锅又来到了中路 其实我们看到香锅的暴女 我觉得她有点 打得太过于主动 就她 她是一个很喜欢前期去干客 对 她是喜欢干客的人 但是你会发现单地的暴女 有一个特点就是 她其实是以刷为主 对 干客跟这个打野的结合 对 做得更好一些 而香锅这里的话就是 上来蹲一波 蹲不到我就去刷 但其实就是 没有把握最好的时机吧 而且她的等级也会 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边想过来插野 已经是来不及了 看到对方拿完龙之后 香锅这边也是有点郁闷 是的 七分半左右的时候 是维技拿到的第一条小龙 对 而且线上并没有什么劣势和优势 所以说他们这个小龙是白赚 白拿 现在他们的上路打得还是不错 一直是没回我家 我这次回家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招位 应该药光 药光加半个木锤应该有 是的 大家要再亲一下 要找机会回家了 这个已经能定住了 这一波 我觉得大叔有点危险 对 还好 还好有大车 这个大车真的很厉害 追着打 而且这边那个Q技能的伤害也非常的高 直接是下退了这边的Sky 这边小瓦师 他老放这个是干嘛 就把草丛里的人罩出来 没事 十块钱呢 这边感觉小瓦师的一个优势还是没打出来 不管是游走还是线上 打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就是危机这里下路明显已经有做好了准备 就说了嘛 他们能够在后守卫不搬维加 那肯定是做好了把维加放给你们的准备 对 而且确实拿到了卡拉丁跟飞机两个不太怕维加的英雄 对 一个灵活一个手长 香锅还是在苦苦寻找机会 这边子拉斯在地区看到了一个雷克赛 一个一能逼出雷克赛的钻地 你看 就香锅的性格是非常喜欢去进攻的 对 所以说他在9分钟的时候还没有到6级 在我们想想看 之前看了一场比赛7分钟棒球6 年轻的打也总是暴躁的 对 香锅确实是要年轻 这边河同抓到了一个机会要杀这个维加 维加这里血量被消耗了一半 这个有点疼啊 维加在这一盘在周路来了两次都是没有太好的笑话 上路也去了一次 对 反正无心这里比较尴尬 本来我线上打得好好的 你跑了 这里是急于帮其他路建立优势了 但是无心这里好消息是他的补刀并没有落后 对 他其实线上其实2v2的手机是有优势的 但是维加老是跑 是的 总感觉打不出来 你要是老老实实过来的话 其实他们的优势还可以更大一点 对 但是要注意机场这边要到6了 这两个到6可能会直接秒一个人 但是这里的话无心也是到达6 可以让小法上去卖 如果这个女坦的大招给到小法 小法被运的状态也是可以被浮装猪吸入吸回来 吸入身体之中 福尔老王这个大招老实说现在越看越变态 对 一吸一放 关键后面CD又短 一个控制 一个救命技能 对 而且这个救命技能比垂师的灯笼强多了 瞬间就来了 对 这真的像金角银角那个狐 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 福尔之猫 这个小法师肯定答应 我叫维加 我来了 所以说这边 其实如果真的打到 大后级团战的话 这边要期待一下 就是复兽之马 配维加的像一个组合 在下轮打出什么样的效果 照来照去 省了个眼前 他主要是这样的 乐意老跑 不给他放眼 然后我就不断地 利用自己的技能去探 对 反正也没多少钱 其实有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 就大家在打的时候 有一种感觉 就比如说我这个技能 会给对方五块钱 我就好舍不得 好舍不得那五块钱 就特别不舍得 但其实给就给了 对 五块钱而已 这个零个赛是来到了下路 其野马塔反而是游走了一波 对 马塔相关也是来 等不及了 这一波直接要上吗 但是飞机这一发Q 打到两个人 直接吓退了对方 过来刚才看到这个眼了 也是等不及上来 要休你一趟 上路大树 确实对线处理得不错 一直是跟刀妹 保持一个平衡的补刀 马塔一波游走 也是尝试失败 是放了两个眼睛以后 再回到线上 两枚辅助在前十分钟 倒是动作颇多 不过都没啥效果 这一波 这一波三个人 蹲在这里是干嘛 想寻找机会 主要是来探一下 丹地这个被动 能不能看到人 对 他是个瞭望塔 对 这两个眼也是 步得很深啊 现在危机的第一轮 视野又是爆起来了 上路两个下路三个 是封锁了野区 而且放的都很深很深 是的 哎 这边聘的也很准啊 你没看这边 就聘的几个点 正好是放你的点 啊 这一个正眼 对 可以走了 这两边还是挺有研究的 对 现在十一分十二分 要打要打 下路来了 是来了一个一技能 框到了一个女塔 马塔这边有点肉 哎呦好像打不动 只也是抠了 看能不能吸回来 吸回来 你看 躲掉了一个大招 很完美 再冲回来 控制到两个人 马塔直接是阵亡 而这边SKY支援过来 好像血量有点低 打出套一个虚位以后 并不创造太多的战斗力 这边附属之炮 一直在后方 疯狂的输出 这边一标没有中 主要是暴雨来了 还是要过来秒 闪现一个一技能 往到两个人 但是卡蒂之间过来 又被SKY晕到 无星这边一直在输出 哇塞里 这边应该是打不到了 哎呦 这一波真的是 无星打出了爆炸的伤害 哎呀 这一波第三炮 漂亮 脚神 这个第三炮打得非常的精准 而且刚才这一波 我觉得真的是 女塔这个大招 千万不能够给小法 刚才我也说到了 说到了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你给小法的话 其实以正常ADC的反应 是绝对可以把辅助吸回来的 完全躲 等于就是完全空了 真的可以看到 在这种奥威尔的时候 复仇日矛 配合任意一个辅助 这个配合实在是 太完美了 对 主要是辅助要敢于上去慢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 而且刚才乐意的 后面那个闪现 意到两个人 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 下落的防御卡 已经被摧毁 那这样的话 第一条小龙的优势 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小龙还有十一秒刷新 不知道King战队 能不能够把这条小龙 牢牢的把握在手中 这一波确实处理的很漂亮 Sky在残血下来的时候 空了两轮 然后把这个 该打的人都处理掉了 是的 这里要保护一下自己的正眼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一个动作 但是这里小龙已经复活了 刀妹现在在上轮 刀妹和大树都已经没有了传送 而另外一边 自己的双人路是在家中 所以说在家中的情况之下 是很难再赶过来的 吊小龙看起来要没了 对 那第二条小龙 还好是VG继续的控制住了 这波的话 大树是要决定做一个正义荣耀 可能自己的阵容 是不是有点不太理解 不议得 其实也够了 做一个正义荣耀 可能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逆风 因为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这个 不太需要自己的输出 不管是怎么考虑 他可能觉得这个装备 只是比较顺手 大树出时光跟正义荣耀 我觉得个人感觉差距不大 都可以 一个伤害高一点 一个能够帮助团队 更团队一些 这样的话下路 无心跟乐意 已经是把福祉之猫 加小瓦斯的该有的状态打出来了 主要是刚才那一波吸进去以后 再放出去 空到两人 这波实际上对方一点脾气都没有 前面小瓦斯几波游走 没有效果 但是一打二二的话 还是看出福祉之猫跟小瓦斯 这个配合还是不错 是的 塔丁来支援游走一下 这里要直接过去了 直接过墙过来 看一下斯凯这里比较危险 一个技能减速 没闪现了 看看一技能打到 哎呀 Caravan Team这一发Q技能是黑了 不过河东这里很危险 还不走吗 这个跳出来已经是放弃这一波 雷克赛在侧翼 但是要注意 要注意小瓦斯过来了 直接传墙而出 主要是 主要是暴女过来了 因为一个维加 其实对这个打野的雷克赛 没有什么太多的威胁 这一波很漂亮 就是他晕到了一个最该晕的人 哦 Q到了 这边的话双重控制 直接打到配合小法力套技能 应该可以带走了 插一下 伊特亚普攻 暴女再过来跟一下 哎呦还插一下 火麻布杰烫死了 硬是比较硬 但是没有办法 对方这两个人的控制链和伤害 完完全全 是充足地打在了他身上 Kid就这样一支队伍 你看他们只要取得一些优势 只要顺起来 他们每个人都跳起来了 对 真的是活跃的不行 就打的主动都不行 你看一般的队伍 这个时候哪敢说 直接带着威胁 就直接过来拆了 对吧 我四个人就在塔下 你来弄我 这真的换成一般的强 对方就不视野 我控小龙 对 Kid这种比赛也是好看 这边又来了 但是富庶之盲这个位置 有一点点的威胁 赶紧回来吧 威胁这里打的还是偏稳 富庶之盲这里 虽然说 哎呦 这里一个技能直接封住路口 这奔走位也是有点无解 大叔这一波的话 实际用了真意荣耀赶过来 也是没有赶得及 对 毕竟自己身上只有一双草鞋 并且已经没有了闪 没有了传送 现在King在15分钟领先5000块钱 一个非常大的领先 主要是塔的累积 已经是有两座了 而且刀妹现在上路 开心的不得了 15分钟身上已经是 三项加一双草鞋 这里快速清完兵以后 赶紧后撤 因为他现在也比较怕 对方多人过来干 现在看起来King是 每条线都是有很不错的一个领先 没错 现在这个小法师是 附魔了一个欢心 我的妈呀 这跑得 这488一座 对 第一次见跑得这么快的辅助 上一次见到是机器人 机器人吧 开了W6 上一次看到真的是机器人 不过维加的话 真的是非常适合 因为他的异技能 我觉得大家为什么觉得他强 就是安妮 打辅助强势 他有大招的时候 走上去给大 一般人是跑不掉的 因为他那个大招的范围 和距离都比较远 那维加呢 是比他的范围和距离更远的一个辅助英雄 而且他CT短 对 而且他不是打招 这是一个重点 对 他没事干就可以过来找一波机会 真的是一个很 很不错的一个替代品 是的 不过这个替代品也马上就不能用了 这热门就砍一下 先砍一刀再说 可以的 砍了很了 重做 也活不了多久了 大家能用 就赶紧平常打排位的时候赶紧用两盘 是的 现在Sky在上路 肚子还是比较安永 一个三下 香锅这一盘是直接出了个杀人输 哎呀 香锅这个出张 我喜欢 暴躁了 Sky在上路上路 上路这里 哎呀 这里怎么办 这边上路要打起来的话 不过另外一边我们看到 炮女士里面卡特已经发现了 这边一标上来 这边先先下大树 直接配合一个 直接是秒掉了 开始里面只上来只到了一个Sky 但是这个刀妹还是比较热 卡特已经过来 到了一个Sky 一个E型是换掉了刀妹 那里面打得比较昏了 无形的输动还是打得很高 这两炮打死了一个赛 完了卡特已经没有蓝了 不得再跳了 E型呢也是网到了合同 拿到一个双杀 女胆这个时候回来 想要配合死亡宣告收割 什么没有把治疗交出来 哎呀这一波打了一个一换四啊 差一点拿到一个三傻 最后一个人头是为伤光给拿下来了 是的 刚才卡特丁进场以后是收割两人 在自己身上被套了一个虚弱 只不过他这个点燃是给到了刀妹 让刀妹逼出了一个死亡闪现 嗯 这一波是打得很漂亮 对 这一波节奏已经起来了 对 只要还是装备优势 装备优势的话 无形这两波 你看这两波赢的无形就一直在后面滑滑滑 是 看看刚才这波进了横放 首先是困住大树然后抱紧从后面过来 接回来一个小法 然后一个大招直接带走了大树 然后女坛指导死干 这个时候死干还以为自己相当安全 不过一套接连不断的控制combo 哎呦这合同好像过来的时候用了太多次R了 对 他这一下直接空蓝没法跑 现在他就没有办法了 卡特丁没有蓝 直接被小法的一个异性能溢出之后 他就没办法跑 飞机在里面也完全不敢做输出 这两波 哦好激动 果然是给了这个鼓舞buff的人 对 这两波团战无心确实是打得漂亮 而且无心现在已经装备成型 军风加银血 就是你三个人要包夹这个刀妹 这个刀妹有点难跑了 四个人 哎呦中路没了呀 你这个包夹有什么意义了 哎呦这个刀妹真的是肉 哎呦 不多点危险 直接一个大招逃生 Sky这里还想追 哎呦中路没了呀 哎呦中路还可以上高地 对呀你这个绝对中路没了呀 这个Sky的阵防是有太多的价值了 从这里要来了 传送配合这个赛呢可以走 还好对方有两个全都技能 一个技能封住路口 天战队成功撤退 但这一波还是不赚的 因为你四个人过去 想要抓这个刀妹 结果会亏掉了自己中路的二塔 他只是一个刀妹 不过这一波如果能追击的话 就另说了 我们看到脚身现在很危险 不过脚身现在身上 还有一个闪现 但是你这波要想清楚啊 你追击面对的是 泽拉斯不断的Q技能的消耗 是的 而且还有一个小法的异技能封路 直接开启三个大招 哎呦漂亮 打了两段 不过这个大招一定有后续啊 要不然他不会莫名其妙 把这个大招开出来 小法师现在是有闪现的 来上路传送了 是刀妹传送的后排 对 闪现一生 一生两个人三个人 但你跟宣教都是空在原地 找着一个打者 跟闪现并没有死 但你这边已经被打成残血嘛 想过打了一套 凯特已经是残血了 打招虽然又活 凯特这里只是为了掩护队友撤退啊 他卖掉自己 掩护了队友四个人 不过这条小龙怎么办 这波飞机是全焦技能 看着那个 看着个乐意 那个表情 那个小走位 感觉就要上去晕了 而且我说实话 刚才的这一波 你看到泽拉斯在这种情况下 开出大招 你一定要想他后续有什么东西 就刚才泽拉斯那样开大招 我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就说要打了 这一波肯定要打 但是刚才我还在想 他们怎么样留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刀妹一个传送到后排 那你怎么办 然后配合小法的一个闪现一 这一下的话 危机是万万没想到 在追击的过程当中 遭遇到了对手强烈抵抗 现在KIN的优势已经无限大了 在二分钟里先一万 主要是气势完全起来了 对于他们这样的战队 我已经听见了 他们在台下的一个怒吼 如果KIN战队打比赛的时候 没有声音了 那一定是烈士就输了 对 如果他们一直在喊nice 互相鼓舞的这种话的话 那确实是打得比较顺风 是的 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也是拿到了他们的第一条小龙buff 并且经济也领先了8500块 诶 香锅的这个 要法传 香锅的这个 杀人书 跌到了九层吧 没看到 应该是九层 这波混了不少的助攻人头 现在香锅拿到九层杀人书 再配合一个法传杖的话 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 是的 杀人书的装备是一个投资装备 如果说你杀人书 能够持续保持优势的话 那么在出法传杖的那一瞬间 就等于是杀人书变成了帽子 香锅在解说 他这三场抱你的时候 他好像都没有出水滴这个装备 前两场是劣势 是情有可言 这场他直接优势就出了个杀人书 而且别人出水滴 都是哪怕我先慢点做打野道具 对 我先把水滴做出来 因为我有利于我一个叠水滴的动作 觉得我是个核心装备 这里直接上路来了 先是一个W风走位 然后一个技能捆住 一个QQ住 这个伤害还是有点高的 大叔开启了大招 一个W捆 到拿了香锅 但是没有 人头给谁了 人头还是给刀妹拿下来 刀妹拿下第一个人头 就是大叔出这个装备 有一个问题 就他没有反抗能力 对吧 你也说了 他是一个偏团队的装备 就是打团很厉害 但如果一为一什么的时候 其实你除了跑 你没有其他的办法 又是一个异能 但你这里很危险 一个Q 这个石头人 正好是挡下了 如果这是个小马 能用Q技能 把这个石头人打死的话 那还是很完美的一个配备 是的 不过这里我们看到 再一次把目光 放到上路的二塔 卡萨丁特意绕了过来 直接发现了对方 刚刚插下新鲜的眼睛 这时候Kings人很多啊 4加1跟佩比 想抓德拉斯 这个选择不错 角城这里很危险 直接被对方减速给到 这里瞄解进化 没什么用 没法跑了 打了一套技能是吧 宣告打成半选 但是自己的队友 应该是要撤退了 这一波撤退有点精髓 因为他知道大树活了 他不知道 不确定大树有没有传送 对很快的一个抉择 对如果刚才大树有传送的话 他们这波撤退 绝对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传送 其实完全可以拆了塔再走 可能这边没有 这对方大树传送了时间 只知道大树活了 如果刚才这波大树 传送绕后的话 说不定啊 这一波要被危机 打一个大方法 现在Kings还是打的 比较的自信 对 进退自如 我该走的时候 也毫不留恋 这个就说明已经 打得得心应声 嗨了 就行为流水了 就没关系 我们优势 死个人没关系 什么绞生一起死 然后我们撤退 对吧 说实话 Kings一般喊话的 那些是绞生 绞生死了 没关系 我去死 也对啊 脚真是比较开啊 这里我们看一下 比赛进行到23分钟 人同10比3 现在Kings战队是领先了 8000的金星 8000多的金星 对 现在核同很需要 自己的这一个中亚 现在没有中亚的话 完全是冲不进去的 配合大树两个人在切入 死在里面 在草丛里面 这个刚好扔到了 这个大龙处是埋伏的一波 看一下对方的人赛 这几根看有没有想法 这几根 这个打得不快 说实话 因为你是一个复仇之矛 这玩意打大龙 实在没还有 而且你看他的装备 无心这把好稳 第三件出了个水晶试带 这里一个一级的没有捆住 那这个消息有机会 漂亮 脚身直接被挤到 要有吸回来 这个大浪很漂亮 但是这边雷克战已经冲一下 冲完两个人 交出一个新话 脚身边要打一下开车 开车的位置很完美 此刻也是冲在前面 一个一级的太夸张了 想法一个一级 直接一到对方四个人 并且现在无心被困住了 不过没有伤害了 无心还有伤害 打到 再抱一下 再抱一直不停的跳 漂亮一个几根 并没有杀掉无心啊 这边马拉香果跳舞来 要杀这边的宣告 宣告被一到啦 还好 这一波的话 换掉两个人 临死的是换掉了 复仇之毛和小法 这一波我觉得 还是KIN战队上头的 一个重要的表现 对 因为有SKY这种 刀妹赛的时候 一个残血的飞机 完全可以交给他去收割 完全是跑不掉 但这一波无心已经打开了 他这一波 其实输出又是打足了 对 其实这三波大团战 这个复仇之毛的伤害 是要恐怖很多的 是的 刚才那一波团战 无心是明显感觉到 对方已经技能全空 所以说这里非常稳妥的 在那里 持续不断地做贴脸 持续输出 打得很自信 这一波打完以后 我们看到 其实KIN 这一波没打转 就没多转 只能说还不错 对 来看一下刚才这波的 正在回放 首先是指到脚神 就脚神已经连续两波团战 一上来就被秒 哎呀好气啊 然后看一下小法 这个时候的位置 他是直接扔在了 单地脸上 其实这个大招精子 不是特别的好 只不过后来 小法开了加速球以后 这个E太夸张了 一到对方的四个人 包在圈里 逼到卡塔丁 这种时候用一个闪现啊 你看看这个技能 到底有多恶心 这个无星确实 对我打得漂亮 最后一个闪现 也是留得很深 直接是把两个人全换死 是的 但是后续这里 就有一点冲动了 我们看到 首先维加这里是死掉 只不过后续 无星是没必要再上 主要这个意没意到 可能觉得维加能意到他 然后就想上去蹭一个人头 这边打高进了 脚神现在应该要考虑一下 自己的走位了 这几波死的有点莫名其妙 金花跟闪现 下一波都有了 应该是很难死了 对 刚才是被女坛指到的 这里不都不说是 妈她的指 非常的精准 对 而且她指到以后 接了大招也非常的快 但是在刚才那么一个 很好的情况下 威胁都并没有打赢 可想而知 他们现在的 在战场上的烈士 还是比较明显 主要是死了一个 输出点的情况之下 你在正面团队还没打过 这个说明什么 第一你可能装备烈士太大了 第二对方的输出点很多 你杀掉一个人 并不能够确保 你这波团队的时候 这个蓝buff 看要给谁 麻辣相公应该要拿了 对的 相公杀人书十几层吗 十七层啊 十七层 哇 这个很夸张啊 对 因为她优势局的暴女 是跟满男阵亡的 对方在打团了之后 也不太想把自己的技能 浪费在一个暴女身上 那输出可以比肩中单了 真的可以比肩中单了 法权上加一个面具 这样的话 两个穿透装 再加上一个高AP的 这个杀人书 他再出一个法权鞋 这个EQ真的是要人亲命啊 所以来了 已经要决定推高地了 在没有任何的大龙buff 或者说多层小龙的情况下 KING就选择推高地 觉得有一点点貌失 先上来打一波再说 那现在这一波打完以后 我们看到 小龙是两边都是各拿两条 对 现在只有大龙 可能会成为双方的一个争夺点 KING应该还是打二塔 或者大龙 高地的话 上难度比较大 是的 自己这个阵容还是偏脆的 像暴女这样的英雄 也是在高地战中 如果你没磕到人的话 你真的是上不去 也下不来 对 现在双方是看似 进入了平稳期 但其实KING是在等待着 大龙处的时机 以及小龙的刷新 VG这个时候要来打一波 这波中队时机选择的不错 对 要来试看一下 因为对方的人不太齐 对 这波中队的塔 应该是可以推掉 不过维加已经来了 一个技能直接 混入了KING 大树这边有水银鞋护体 还算是挤得比较快 KING想追 想追到 VG有没有 有加速球 要来吗 要加了 要加了 加速过来 SKY也是有加速的效果 闪现一 又是捆到了KING 这是一个大树 三炮打下来 先把宣告打残 这波打得还不错 KING的话 应该是残血了 直接被秒了 5星的伤害非常的高 这个时候 5星已经是一个 追输出了 这个太开心了 直接跳上来 把飞机打了 三杀四杀 有没有 这边都有抢掉了 那这一波是打了一波 零换五 我们看到 吴欣现在打开了 这情况之下 完全不惧怕 对方的任何选手 这一波 这一波 他的伤害 简直要比队友 不知道高多少倍 是的 一直看到团战 像一个跳扫一样的 复仇之毛 一直在那里跳下跳 确实很灵活 而且他打完 确实很暴躁 一点都不熟 这样的话 这一波打完以后 20比6的人头 领先 14000的经济 感觉 没什么太好的机会了 那我们就恭喜 KING战队 成功的扳回一分 双方战成一比一比 好的 再次恭喜一下KING战队 帮回一成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四场对决 已经全部结束了 分别是 可以说今天在我们第二日 第二比赛日 也是给我们非常多的惊喜 很多比赛 也是频频爆冷 那么明天选手 又会带给我们 什么样精彩的对决呢 让我们关注一下 明日的赛程预告 好的 明天下午 从13点开始到15点 由EP对阵LGD 15点到17点 由EDG对阵KING 17点到19点 由皇族对阵M3 19点到21点 由WE对阵VG 不知道明天 又会带给我们 什么样非常精彩 和激烈的对决 也让我们一起 一起拭目以待了 激情在我们明天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